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应只有港铁职员及警方才能够进入 有路过该站用手机拍片的街坊追问该名蒙面男子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疑似乔装警及呵斥街坊走开 之后不断用于警方配备相似的强光灯照射镜头 上载的视频可以看到 举起警方惯常使用的强光灯照射街坊的蒙面男子身旁 有一名白衣男子 他们两人的身后接近入闸机的方向 也有两名全身黑衣示威者打扮的男子 他们不但毫无畏惧怕警察围堵 更是嚣张地与街坊对骂路人默不孜孜称奇 自发生反送中运动以来 警方多次被揭发派出桥庄警员执法 但一直遭到舆论 举公众质疑参与煽动示威者做出过激行动 甚至带头进行破坏 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早前回应称 派出桥庄警是警方采取情报主导的行动 但确保不会挑起事端做违法的行为 调查科高级警次李贵华一指出 桥庄警员不会主动带头违法 以上是本期万维短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